第一百四十集 沈母亲拉着父亲的手 眼泪突然间就落了下来 您的咳嗽一直没有好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您休想把我支走 眼周围那么远 我不去 我就在家里守着您 沈真突然笑了起来 他想到了京都被围时 女儿非常害怕 却强装镇定地给自己讲笑话 傻孩子 沈真用衣袖脚给女儿擦着眼泪 我没事 不信你去问问陈姨娘 要不你问问瞧我病的御医 那您的咳嗽为什么一直不好 沈母亲不相信 我年纪大了 沈真笑道 有病就不比从前好得快了 再说你劝我把陈姨娘留下 不就是为了有个人能照顾我吗 我要是去了严重位 您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我我放心不下 你呀 潇洒听说我让他找人来提亲 当时就愣在了那里 他叹道 既不满口答应 又不推辞 那个为难的样子 你真是没有见过 潇洒被流放严重位 他怎么愿意这个时候连累自己呢 沈母亲转连一想 就明白了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沈真点头 虽然如此 但他要是因此而果足不前 我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沈母亲 你也别点头 可不准私下去劝他 我知道 沈母亲保证道 我不会私下去劝他的 有些事 要他自己想通才是 虽然被流放 可也有人重新回到京都 也有人在那里落地生根 一个人有怎样的人生 决定于他的选择 沈真对女儿的懂事很满意 沈母亲从沈真的书房出来 转身就去了陈姨娘那里 老爷这是正常情况 沈姨娘叹道 以后只会一年比一年差的 姑奶奶也要帮我劝劝老爷 以后要听大夫的嘱咐才是 沈母亲沉思片刻 要不 您每天早上四时时分 陪着老爷在花园里走走 晒晒太阳 老爷这几年天天窝在书房里 少有走动的时候 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沈姨娘不是很有把握 我跟老爷说说吧 沈母亲的建议 由沈姨娘去说 立刻被沈真否定了 他听着不由着急 向石敬书抱怨 我今年专门请人整了后花园 这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散散步有什么不好的 石敬书却问他 如果肖家真的来提亲 你岂不是要和潇洒去四川 沈母亲想到这个问题就头痛 这都过去四五天了 肖家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已经不指望他能想得通了 而且这个时候 我也不可能心无旁骛地跟着他去沿中喂 说起来 我们还是没有缘分 石敬书言嘴而笑 你们还没有缘分呢 那你说说看 谁有缘分 沈母亲想了想 笑了起来 是念缘吧 石敬书想做沉思地考虑了半天 认真地点头 嗯 还真是念缘 你看你 为了他整出了多少事 沈母亲不由地低头叹了口气 好了好了 你也别担心沈伯父了 要是你信得过我 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和你每天陪着沈伯父散步吧 石敬书笑道 你想 让陈姨娘陪着沈伯父 两人之间只怕是说上两句话都不容易 我这段时间住在府上 发现沈伯父根本不怎么和陈姨娘说话 如果是你我陪着他散步 说说笑笑的也有句限 沈母亲听着心中一动 自从李氏四后 沈真相比以前和陈姨娘之间的话少了很多 他觉得石敬书这方法可行 第二天太阳刚照在树梢上 就拉了沈真去后花园看柳树 京都正是四月方飞天 到处是绿树柳树 园子里种的几株迎春花也开了 沈真看着喜欢 叫小丝搬了画案来画画 石敬书就朝着沈母亲使了一个眼色 沈母亲看着也欢喜 慢慢的沈真开始早晚和沈母亲 石敬书散步 偶尔还说说以前的古话给唐听 沈母亲每天欢声笑语的陪着父亲 却是一道听雨轩就拉下了脸 眼看就都四月十八了 萧家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难道自己真的看错了人 沈母亲不由的在心里嘀咕 常常回想起那个在要往庙外 见得毫不畏惧的红衣少年 他心里十分矛盾 既希望萧家来提亲 又不希望萧家来提亲 来了至少表示萧萨心中还有着自己 不来自己就可以待在家里陪着沈真了 在这种矛盾当中 石敬书也跟着急起来 这个萧萨什么意思 他不由的愤然 沈伯父主动运婚 他竟然还想不通 以后别想再踏入沈家一步了 如果换成了自己 只怕也不敢决断吧 答应了这桩婚事 以后就要为自己的另一半负责了 这是甜蜜 也是重负 沈母亲却是理解的 就像以前他也有很多结婚的机会 可总是觉得差了什么 最终还是选择了单身 这样也好 他心里到底有些遗憾 言不由衷地说 我们也算是两不相线了 这样又过了两天 就在沈母亲已经完全放弃的时候 王清突然登门拜访 他一进门就嚷道 沈老爷 我来做个兵人 讨杯酒喝 说着就拿着一张大红的庚铁 递给了沈真 一旁服侍的小丫鬟 有的跑去了听玉轩 还有的跑去了柳亦远 自从过完年 下家的人来说 公子要先进国子建读书 讨取了功名再说 陈姨娘就觉得 这事不大妥当 如今听说王清来给潇洒提亲 火急火燎的去了沈真的书房 潇洒的意思是先定亲 王清笑道 您的身体也不太好 他马上又要去严州位 不如让姑奶奶在家里陪陪您 要是能遇到大赦的时候 我们这边帮着使些力 就是不走仕途了 回到临城 凭着萧家的根基 日子也过得下去 沈真没有对这件事表态 只是笑了笑 我们这边就请闽先生做个美人吧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 芝芝 演播 叔叔 陈姨娘听着大吉 老爷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大舍的年纪还小 沈木卿要是嫁给了 那个流放的潇洒 以后老爷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大舍依靠谁去 要是自己娘家的兄弟 仗着父亲的官威 来占大舍便宜 他们娘俩 岂不是要去喝西北风了 想到这里 他立刻转身 轻手轻叫的出了书房门 去了听雨轩 知道潇洒来提亲了 沈不清如坠梦中 石敬叔也不敢相信 反复的问那个小丫鬟 你可听清楚了 小丫鬟再三点头 要是石敬姑娘不信 可以让一芬姐姐去瞧瞧 石敬叔让紫荆赏了那个小丫鬟 几块碎银子 望着沈不清直笑 沈不清红了脸 转瞬又皱了眉 可老爷怎么办 还有一文茶铺 要不去跟潇洒说说 先定亲 等以后老爷的身体 好了一些了 再说 石敬叔笑道 你也别担心 给沈伯父瞧病的那个大夫 不是说过了吗 沈伯父这是年纪大了的原因 以后他老人家的身体 只会一日不如一日 难道你永远也不嫁呀 至少得近一些吧 沈不清很是为难 老爷不舒服了 我也能立刻回来照顾照顾 两人正说着 陈姨娘跑了进来 她拉着沈不清的手 就哭了起来 哎呦 我的姑奶奶 是哪个不知道好歹的人 竟然给您和那个叫潇洒的人保没 她也不想想 但潇洒是个被流放了的 这岂不是要把姑奶奶往火坑里推呀 姑奶奶 这桩婚事 您可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答应啊 沈母亲一直不敢相信 潇洒真的让人来提亲的不安 就落了地 看样子 这桩婶事是真的不能再真了 陈姨娘见她没有作声 脸上却飞起了一道霞云 还以为她是在害羞 不好意思和自己说这件事 她不由得紧紧地捏住了 沈不清的手 我的姑奶奶 这可不是讲那些凡文辱节的时候啊 这可是关系到您以后的日子 快 让人带信给锦绣 让他跟敏先生说一声 这个没人啊 不能当 老爷要请敏先生做兵人呢 石敬书听着背过身去 偷偷笑了起来 沈母亲被姨娘捏得生痛 使劲地甩开了陈姨娘的手 朝西次间去 你跟我来 陈姨娘一正 急步地跟着沈母亲去了西次间 婚姻大事 没说直言 我自然是要听老爷的 姨娘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陈姨娘 喃喃地道 出嫁有爹 在嫁有己 姑奶奶怎么就不能去跟老爷说说 我还指望着姑奶奶给我当家呢 沈母亲突然明白过来 她想了想 笑道 你应该听说过林承宵家吧 陈姨娘点头道 做棺材是正经 看满朝文武 有几个不是从熊秀才到买地之前的 还有灭门的另引之说呢 像他们那样的人家都是福财 哪里经得起折腾 沈母亲不由得苦笑 陈姨娘说的还真是有些道理 可那也要人家肯帮我们才是 沈母亲 只得拿梁记敏来做比喻 像当初老爷下狱 梁家可是畏手畏脚的 有的时候 那些只是锦上添花 可不能雪中送炭 陈姨娘 不敢耽搁她的时间 无奈地点了点头 送沈母亲出了厅雨轩 到了沈真的书房 王清已经走了 沈真指了指画案上的大红明帖 你看看 沈母亲很想看 可是当着父亲的面 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他低头微微地笑 老爷决定就是 要我看什么 沈真被沈母亲说得一正 脸上浮现了几分尴尬之色 那家的父母会把耕铁给孩子看 只有他 李氏不在了 该守的规矩也没有守 想到这儿 他的声音就低了几分 明天我们去趟庙里吧 这件事也要跟太太说一声的 沈母亲点了点头 潇洒的意思是先定亲 你的意思呢 沈母亲颇有些意外 他原本准备找个机会 私下见见潇洒 先把婚事定下来 自己在家里伺候沈真几年 等大舍大一些了 家里也有个主事的人 再结婚 没想到 潇洒也是这样想的 能这样互相体贴 这样时刻为对方着想 就算是有再大的矛盾 都能够化解吧 沈母亲想着 对自己的未来 又有了几分把握 我也是这么想的 再过几年 家里的事儿 大舍也能担当了 潇洒在盐中 胃也熟了 再落婚期不迟 沈真听着 微微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你回去安排 到庙里的事儿吧 沈母亲应声告辞 叫了明霞准备相逐 又叫英芬去吩咐 外院的小厮准备车马 第二天和沈真去了寺里 把这桩亲事告诉了太太 这次一定不会再错了 潇洒一直以来 都对不听的事儿很上心 又是个精明强干的 最重要的是 沈清他自己喜欢 沈真把沈母亲打发去 给太太烧钱两 自己在李氏的牌位面前 念念叨叨的 他也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了 这几年为了我 处处忍让 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这一次 我也是侠恩嫁女 只希望她能够在肖家 抬头挺胸的过日子 说实话 我哪里向她嫁 可我现在年纪大了 一个小小的风寒 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材好 以前可是连碗姜汤都不用喝的 说不定啊 我哪天走了 也管不了她了 也不能再管她了 沈母亲跪在前两盆钱 给李氏烧民币 嘴里还低声地叠咕着 太太 梁静音她不是不好 可她不喜欢我 一心一意地喜欢她的表妹 为了表妹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次 我找了一个一心一意喜欢我的 您放心 我们一定能过得好的 老爷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如从前了 我很担心她 求您保佑她能清清静静地过几年 我也有个做伴儿的人 两人重新聚在一起 吃了斋饭就回了城 四月二十一 王清送了合了八字的更帖 再好不过的八字了 沈真点了点头 叫小丝拿了万年力来 你去跟潇洒说 四月二十四冯霜 是个好日子 就在那一天成清吧 王清一听张大了嘴巴 二 二十四 沈真表情淡淡的 成了清 两口子也好一起去 沈周围 总不能让他们两个 这样挂着呢 可是 沈周围那里穷山恶水的 实在不是什么好地方呀 王清忍不住劝沈真 他们的日子 他们自己过去 没有不好的地方 只有不好的人 想当初 我还不是被辩到了龙安府 王清看沈真的目光就有了尊敬 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的向沈真行了一个礼 好 我这就去跟潇洒说说 是有从权 沈真又道 我们这边也不准备什么陪嫁了 让他也不用准备房子 选个及时来迎人就是了 是 沈老爷还有什么吩咐 沈真想了想 把婚书拿到官府存备吧 好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